接着看到台南市议长选举卷入会选案 今天检方上午到市议会查扣选票 有立委还质疑这次有中国因素介入会选 要求向外界给一个清楚的交代 而将要搅住国民党主席的新北市长朱立伦 今天被问到的时候则是说尊重司法 民进党议员跑票 以致国民党议员李全教出现引发争议 今天多名立委主张修法 将地方议会议长副议长选举由不记名投票 改为记名投票以防会选 你们除非抓得到金流 台南的钱从哪里来 买票的钱从厦门进来 从地下汇兑馆到进来 谁抓得到 通通跑到人头户了 所以你们造成的结果就是包庇 如果在党这个案 就是内政部跟法务部跟中选会联手包庇 所有买票的钱都在中国操作 甚至还有非常精确的消息是 中国还负责出资 中国负责出资啊 让李全教买票 让李全教去处理那些议员啊 朱立伦在昨天与李全教互动热络 同台唱歌 与朱立伦的岳父高于伦 被指涉及台南市议长会选案 被外界联想是否安庭李全教 很正常每一场的形式都一样 内容都一样 所唱的歌曲都一样 今天议会一上班 检方立刻查扣选票 并送到刑事局勘验 希望能够查到跑票背后的真相 还原事实 而李全教本人则说 不会担心 新唐亚太电视沉浸交战 用如台湾台北整理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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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